在中国的古代 这个孔子文化中 清隆有这么一个故事 他的 所在的鲁国 受到了自然灾害以后 他的弟子很有钱 大概是 延回吧 我忘了是谁了 就拿出了一些钱 拿出一些粮食去救济平民 让平民呢 不要在这个地区造反 不要引起社会制度的变化 或者说恶化环境 但孔子的想法是什么 孔子的想法是 老百姓饿了 不应该是你掏钱 应该是政府掏钱 如果政府不掏钱 等于 输了你的名 毁了政府的心语 就是 是明君之无惠 而见己之美德也 这就是企业家和文人之间的差别 作为企业家来说 他认为 商人认为 我在老百姓贫困的时候 应该拿出自己的钱 粮去做公益 帮助那些 兄弟 但孔子认为 这应该是政府的事 不应该是你的事 否则 政府没面子 你有面子 这个事情发生了很长时间 并没有完全 解决这个问题 但在历史的过程中 更多的革命 是用暴力的方法去掠夺 而杨慧他们之所以要拿钱 我自己拿粮食去救济 就是你不要抢我的 我给你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革命和战争 如果不建立所有产权的保护 就不可能有市场制度 因为所有人都可以不劳而获的时候 就没人去创造财富 就不会有企业家 因为你一创造财富 别人就抢你了 你一创造财富 谁创造财富抢谁 那怎么会有财富的积累和创造呢 中国历代王朝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而且持续到经济 还很严重 所以自由不是因为拥有财富 说财富自由了 错了 而是必须有保护自己 努力创造财富的法律 如果你说创造财富 这种行为得不到保护 那么就不会有人去创造财富 当中国出现了要消灭私营企业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民营企业家 在中国的统计报表上 投资是急剧下行 到了上个月时候 民营企业的投资 民间投资已经接近于零增长 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这些舆论过程中 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 当我投资创造财富的时候 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和认可 我还不如不投了 它会瞬间就反映到经济运行之中去了 所以这个社会制度 企业家一定要努力地去创造一个 能够获得财产保护或 财富保护的权利的时候 他才有可能去创造财富 优优独播剧下来